這是一個北部粽 一早南門市場湧現人潮 民眾趁著端午節前夕 搶買所剩不多的肉粽 業者說今年的買氣特別好 端午連假還沒開始 就陸續接到預訂電話 才到連假第二天 架上的北部粽 南部粽幾乎已經賣光光 看到今年買氣旺 不過這回網路上不佔 南部粽好吃 還是北部粽比較美味 反而是掀起了南北粽的醬料展 我中部的是東泉辣醬 地方的區域不同吧 通常不太加醬 或是甜辣醬也可以 點數上有網友推薦 一定要東泉辣椒醬 還有基隆人說 玩進辣醬才是絕配 台南人也陷入混戰 表示粽子就是要加新高醬 而在PTT上也同樣有高度討論 更多人推薦搭配甜辣醬 番茄醬才是本體 還有南部最經典的花生粉 實際問到民眾也有共鳴 我小時候也會很喜歡吃花生粉 就是那種什麼粽子很單純 然後加花生粉這樣子 那也很好吃 但熱量應該不低 那南部的粽子不加花生粉 跟那個什麼醬油膏啊 它的粽子是沒有味道的 裡面加的花生 民眾點出南北粘醬最大的差異 北部粽通常都是加甜辣醬 南部則是加花生粉 而中部人會吃辣椒醬 吃粽子沾什麼醬也意外 來掀起南北論戰 三線宣告官宣布嘉宇台報導